What's up 今天這支影片會比較簡短一點 主要是想跟大家講說我在阿滴英文主頻道 有上傳的一支影片 它的標題是 An Open Letter to the WHO 給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公開信 如果還沒有看過這支影片的話 把它放在這邊的資訊卡 主要做這支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在過去這一兩個禮拜當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到這個消息 各國的首領、代表、大使 在各種不同場合 不只是在WHO的大會上面 都在為台灣發聲 說WHO應該要讓 台灣加入這個 全球防疫的討論 當然聽到這樣子的消息 看到這樣子的影片是非常感動的 不過這也讓我思考一件事情 是我們身在台灣 最應該為自己發聲的 不就是我們嗎?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毫無意義的 就在昨天WHO他們宣布說 他們會考慮讓台灣以線上的方式 參與 武漢肺炎就是新型冠狀病毒 的國際防疫討論 那當然這個離我們想要加入會員 還很遠嘛 這差的遠了 但是它至少是一個開始 所以就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更應該我們自己站出來發聲 讓WHO跟國際的社會 知道台灣的狀況 特別是針對後面這一則 就是我這個影片其實很大的一個 目標觀眾是有台灣朋友的外國人 也就是在看影片的你們身邊有的外國朋友 原因是因為各國領袖為台灣發聲 這件事情 它其實在其他國家並不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只有在台灣 只有台灣的媒體會把這些開會發聲的影片 剪輯成精華 然後放在網路上面 大家就在台灣看得很開心 僅此而已 所以我透過這支影片想要達成的效果就是 讓更多外國人知道台灣目前的處境 並且透過他們的分享 可以讓他們朋友圈裡面的外國人 也都知道台灣的處境 所以我這支影片才會用全英文講 才會發布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希望透過這些網路平台 可以把這個訊息傳播出去 那當然我也知道 WHO不讓台灣加入會員 是有它政治因素 政治考量在的 那這個背後的原因非常的複雜 我也不打算在這支影片 跟大家深入的探討這件事情 不過我想要說的是 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它已經是一個影響全球的疫情了 它直接威脅到的是人們的性命 那我不是防疫專家 但是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 我不覺得政治應該要凌駕在人命之上 如果你也認同我這個想法的話 你現在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我的open letter 分享給你身邊的外國朋友 提升整個國際社會 對於台灣加入WHO支持的聲音 那影片最後 我要感謝一些跟我一起 這個協作的夥伴們 這次也找了很多人的幫忙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的Eric老師 他本身就是一個 叫要託福協作的非常專業的老師 所以我的這篇公開性的稿 我跟他來回對過了一兩次 然後再來呢 是我的youtuber好友哥倫布 他是發音專家 所以我在寫好稿之後呢 有先錄了一次 然後寄給他音檔 讓他可以糾正我一些細微的發音 然後全部都完畢之後呢 我再錄了第二次 然後再來就是我長期的夥伴Howard 這次整個影片的 soundtrack 也是他幫我鋪的 最後我做這個公開性的想法 有跟志祺討論過 那他們在今天也會在志祺七七的頻道 上傳一支影片 是在討論 WHO這個組織的歷史 以及台灣加入WHO的重要性為何 那大家如果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也把它放在影片資訊卡這邊 好的那這支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希望這次全世界以及台灣 都可以安然度過這次的疫情 那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